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第73届康城影展筹备过程一波三折 更加要取消实体影展 不过仍然会公布入围名单 获选电影《章》以2020康城影展的名义 在威尼斯、塞巴斯提安、多伦多、釜山等甲级影展放映 这日影展总监蒂埃里佛雷莫 正式公布本届官方入围电影名单 当中包括由道奇峰监制、火柏红金堡、 许安华、谭家明、袁和平、林领东 和徐克联手执道的电影《七人乐队》 这个也是赌sir计大事件、黑社会、铁三角、 复仇以及《蛮探》之后 又一入选康城官方参展电影 赌sir知道电影入选都觉得非常有意思和兴奋 他说在疫情困扰全球影视停摆之下 康城影展能够继续以不同形式举行实属难得 《七人乐队》能够在此时此刻入选更加有鼓舞作用 同时电影是以故自有林领东 和他们六个同年代香港导演一起合力的成果 特别具有纪念意义 杜sir也有提到构思的缘起 就是他和其他六位导演 无论是学院派还是片场科班出身 遇合香港电影《腾飞跃进》的时代 给大家无限发展才华的空间 百花齐放孕育出他们那一代无数的电影人才 《七人乐队》正是要向那个时代致敬 提埃里·佛雷莫在公布名单的同时 也表示所有入选电影都会在今年夏季到2021年春季之间上映 今年可能不会采用过往的主竞赛 一种关注和非竞赛来分类 他表示康城的责任是帮他们喜欢的电影找到观众 目前他们会专注在那些计划在电影院上映 并且需要他们支持的电影 而入选名单中 还有日本导演何赖直美的《神戏章志》 宫崎吾郎的《亚雅与魔女》 中国导演艺书军的《野马分钟》 至于韩国也有电影入选 分别是林常树执道的《走向幸福的家》 以及《丧尸灾难》片《撕杀半岛》 在导演延上号继撕杀列车之后 施隔四年凭逐集《撕杀半岛》 再度入围《康城影展》 《严尚号》非常感激《康城影展》对新作的认同 也都冲心盼望全球影业尽快回复正常 全球影展示到很诚心盼望全球影展示到很诚心盼望全球影発表